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麽理論化的事情 我們講得很實際的情況 雖然這個我們講過 但是今個禮拜事實上有很多新聞 就是日本福島排放核水 這些水的海洋那裡 現在那個時間大概是8月左右 但是這個問題引起很大的爭議 其實現在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有沒有取態呢? 應該這樣講 他們就是做調查 給報告 去確認一些東西安全不安全 我覺得其實這個禮拜 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人 最疼的是有兩件事 一件當然就是和日本福島排核水有關 但是這個我其實覺得不是最大件的 我們今天也未必有時間講的 就是在那個烏克蘭紮波羅熱核電廠那裡 究竟俄羅斯會不會在那裡搞事出來呢? 那麼國際原子能機構有沒有辦法去幫忙去阻止這個戰爭帶來的一些人為的核洩漏呢? 我覺得這個是關乎到不止是烏克蘭附近 我會用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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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氣重一點這樣講的就是 如果俄羅斯它是故意在那裡製造意外 故意是令到那裡製造了一個有機 令到那個核電廠 是脫離了正常狀態的一些條件的話 那我認為是和世界宣戰的 會變成人類的功敵來的 是 但是另外一時間就是 當然我們很希望 如果國際原子能機構越早去介入這些地方 令到這些地方變成中立 不受戰爭影響的地方 也都可以確保著整個核電廠的正常運作 這是最好的事情 這是最天真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 你說在日本那邊的問題就是 日本福島它的核電廠 因爲一次天災的意外 令到它失控 於是核廢水累積在那裡 甚至乎也有一點點 已經一直一直泄漏出來 現在就是說 先前處理下來 儲下來的那些核廢水 要去有秩序地排放 引起周邊國家的憂慮 而最鬼殺那麼吵就是中國 但是我們知道受影響的國家 亦都可以是韓國 俄羅斯 美國 你說如果再數下一點 你說去到菲律賓 甚至乎是去到台灣的這些地方 那它一樣都可以是受到影響的 那究竟這個安全還是不安全 是很有趣的 香港媒體就跟隨著 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就非常之鬼殺那麼吵 但是你說如果看回日本自己的媒體 甚至乎韓國的媒體 那個都有一定的熱度 但是它的熱度相比於在華民媒體又差又有些不同呢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科學方法去斷定這些食水的污染 不是食水污染 這些水的污染對人體的健康影響幾多 就是說純一個純科學的 我們撇除了這些其他因素 國際型的原資能委員會有沒有這種權威去斷領這件事 首先說 它有準則的 這裡也要再仔細說這個準則 大家就用這個準則來判斷一下究竟 現在你在新聞上看到那種紛爭 究竟合理不合理 大家有個判斷 有核電廠就會有核水的排放 福島事件就是因為它是中間經歷了一個災難 所以它有出來的核水就是要收拾殘局 那些核水還要經過一些處理 才能夠變成一些我們認為安全一點的一些水去排放出去 就算是正常運作的核電廠 它自己本身都會排出輕量帶放石性元素的水出來 所以這裡接下來又要講 那些核水裡面哪種東西毒一些 哪種東西沒有那麼毒 國際原子能機構就是執著 裡面你這種毒的東西有多少 那種毒的東西有沒有超標 最後有些都是沒有那麼毒的東西 我又容許你可以有多少給出來 那你是拿著這個標準來決定那個地方 安全還是不安全 做得還是不做得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如果我很簡單地去講 就是在一般那些核洩漏裡面 我們最骯髒的那幾類的元素就是那些叫色137 還有一些跟點有點的同位數的那些放射性的點的元素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吃了入人體被人體吸收到 而對於色137來說 要排出來也是很困難的 那那些進去就會跟著你一輩子的了 那所以那些來講呢 影響那個時期又長 又可以在家裡 不是在家裡 在自己的身體裡 停留很久 造成長期影響的那些 就是一些我們認為那個 非常骯髒的核元素 所以對於那些色137在核廢水面有多少 還有那些點可以有多少呢 我們的容忍度是很低很低的 基本上是不容忍的 那所以如果在裡面我們看到 它通常都有個數字的濃度來做指標的了 因為你不可以高過天然的太多 就是天然自己本身都有一些的放射性的背景輻射 是由地球自己本身都有的了 你會比地球本身多一點點都沒有問題 其實打個比喻 就算在香港呢 就是我自己看回 香港都有一個全港各地的輻射監測指數的 你見觀塘是特別高的 那麼觀塘比起其他地區 所以有時候會高了20-30% 聽起來很恐怖的 下雨的時候還瘋了 那個數字會 但是是不是代表著 觀塘的人就很危險 然後觀塘的樓都不要買呢 又不是 就是因為你就算比起正常的環境 多了20-30% 對於人體來說基本上都感覺不到 沒有什麼影響的 你不是說比環境高了一倍 你這個人就會馬上有危險 你要是比環境高了一千倍 你才開始要擔心 所以你說就算觀塘比其他地方高了10-20% 其實你都不會去理 對於那個排放核水是一樣的 那些核水會比起周圍的海水本身的自然環境 會多些 於是你自己去溝氣它 令到它的濃度也不要過某個數 而且就是說我們對於那些 好像色137和那些放射性典銅位數的 那些核元素污染 就要設定到那個容忍度很低很低 你出來的水就基本上不要有這些東西 但是有一些就是譬如好像叫做川 就是這一種是一種帶放射性的輕的銅位數 那些我們發覺的容忍度就高很多 那譬如就是說 在說大亞灣、嶺澳、台山 就是這幾個都是在香港、澳門周圍的核電廠 他們其實是大量放了這些穿銅位數的核廢水出來的 那這些去放的量也都大家看過了 一定是高過這次福島那些的了 那但是為什麼那些大家也都沒有問題呢 沒有所謂呢 那就是因為放射性穿的這種元素 它是可以跟其他的氫和氧結合 變成一個普通的水分子 於是乎你要隔著它是非常困難的 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這個不是理由來的 更加重要就是說這種放射性的穿的這種銅位數 它那個的半需期很短的 短到是幾天的 所以很快它就沒有了那個放射性的 對於我們整個大自然的生命周期來說 它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而且就是說它是一些 不是累積在我們身體的東西來的 你真是給一杯那些這樣帶了 帶了這種穿銅位數元素的水來給我喝呢 我隔一會兒我隔出來的 可能它在我身體都沒有衰變 沒有核反應都給我出現 我已經隔了它出來 最後從我的尿到然後就出去放射其他東西了 這樣的 所以我們會認為這些放射性穿銅位數 給出來的那種輻射 相對來說對人體和周圍的環境生命的影響是低一點 只要將它跟其他正常的水混得稀緒 混淡它 令到它那個放射濃度低的時候 就照計對於周圍的環境安全 那個理據就是這樣去來的 而這個標準就是對於你正常運作的中國的核電廠 也是在守著這個標準 就是說中國排得更加多 那是 因為它整個核電廠規模更大 但是它最後出來的水 又沒有超過了國際原子能的標準呢 也沒有 都是守規矩 所以就是說你說我放 我又說你放其實沒有意思的 然後你說我放得多 我說你放得多 其實也沒有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又沒有符合在這個規矩之內 那這個星期又要重複說回這件事的原因 就是國際原子能機構 就終於將它們那個評估報告交回去日本 岸田文雄手中 就是確認到 覆到這次那個核廢水的排放這個計劃 那是符合這個國際安全標準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這裡待一待去問 就是去問你一個很民粹的問題 你說成這樣或者你相信這個國際原子能委員會 你敢吃福島的那些海鮮呢? 這樣的 它現在就說福島它都畫了一個範圍的 如果正正就是那個Daiichi 就是那個第一核電站那個範圍 那個海灣那些呢 那些東西是不給吃的 那些水不給喝的 但是呢 出了去一個稍為以公里計遠一點 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所以沒有問題就是因為它溝氣了 溝氣了 溝氣了 那它當然啦 會不會你不小心吃到一個 存到很多輻射游過來的一條魚呢? 那理論上有可能的 OK? 那你是不是要說到就是所有福島的產品都不吃呢? 那你不要忘記了 就算日本自己出口 這些海產糧食這些東西 它自己人都會吃很多的 它當然也是自己本身也有一個很強烈的 就是監管就是說這些東西 福島在某一個範圍之內的東西就不要 但是福島外圍的安全範圍 也都可以照用照吃這樣 那 那所以我會這樣認為 你最後整個的這個準則 就是那些成物安全不安全呢 不是一個只是對於外國負責的問題來的 就是對於日本來講 它也都要對自己國民安全負責的問題 所以在一個公開透明的監管之下 那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就是可以放多少信心下去 那大家也都不要忘記 在如果你心裡面也都很不想吃到這些東西的同時 其實有很多時候你在香港 作為一個也都在周圍 距離其他那些核電廠很近的一個地方 香港我們也是的了 就是在一個雙位數字公里範圍 在周圍內就已經有超過一個核電廠的了 我們也是 那我們一樣會吃那裡附近的一些海產海鮮 其實我們都在吃那些東西的 所以就是說 會不會就是你避得一道就避不了第二道呢 會不會其實大家兩邊都擔心過多了呢 其實兩邊其實都沒事的 那當然你可以問會不會兩邊都有事呢 那就打個例子 這個就交給大家去判斷 就是哪一個的準則 哪一個把持準則的機構你是認為可以信任的 哪一個消息來源你認為可以信任的 這個交給大家的判斷 但是作為一個國際組織 是不是我們應該都覺得 國際原子能委員會有它自己的公信力呢? 它試一下就沒有了 是不是呢? 如果它在這件事上面都搞不定 我想它要倒閉了 但是中國在這方面的問題上面 那個態度上的強硬 就強烈批評日本的排放污水計劃 以及警告國際原子能委員 不要去背書這個計劃 那沒有的 他們都是說可以就不行就不行的 難道可以就肯背書 不行就不肯背書 其實他們向自己定下來的準則 和實驗技術標準負責 這個要是 那就是反過來 中國的核電站一樣都受到 這個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規條去規捐 那其實信國際原子能機構最後就是 最後結果也都不只是說 只是對日本的信任 也都是希望它作為一個公信力的機構 它是可以對於我們世界上現行所有的核設施 去給到一個安全的保證給我們 另外一個有趣的消息就是 在南韓方面 他們現在是囤積的那個海鹽 這個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囤積海鹽在想像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害怕那個海水 受到放射性的點的污染 如果海鹽裡面除了有綠化蠟 也有綠化點的 或者我們吃了其他一些鹽 譬如是甲鹽那些甲銅點化合 也是一種鹽份來的 這些放射性的點 如果它落了去海裡 就會以海鹽的形式流下來 那你拿了那些海水 曬出來的那些鹽 背後就有可能會有那些點 他們的憂慮就是怕放射性點元素的標準就會超標 但是都是那一句 大家還記不記得當年福島出事的時候 香港的人不是在那裡團鹽啊?搶鹽啊? 那個叫盲搶鹽? 是的 最後大家覺得那件事理性不理性呢? 大家有一個判斷 是的 那現在你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是不是大家可以用到一個科學的態度去看這件事呢? 我們這一節都是希望去做這件事 就是那個資訊就在了 但是最後就是 大家希望把握著多些知識和資訊 來去好好分別一下媒體 就是給你有沒有企圖一些掃諸你個人恐慌 就是煽動你恐慌情緒的報導那裡 那大家要小心一點 就是這類這樣的報導 你現在你發覺在這一刻呢 香港在那個華民媒體裡有多了 甚至乎你就算看英文媒體也不是沒有的 是的 好 這一節的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